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风去无限 何妨花弃杂人 怨铁牵之人 任由过去是在莫寒 留情已不夜陷 醉酒鹤歌一劫六和 何修露汗参奔 人生百甘轻酒略过 万里百树洗我心 有钱 大河山庆带稍我导客 如是索与若行云 走 又有人跟我玩 好, 今天有得玩 二爺, 我們接著玩, 接著玩 你再也不停手, 我去叫老爺去了 人家種了二毛舟老鼠, 你別害怕 請問閣下就是楚香帥嗎? 在下正是楚留香 甚麼香水臭水 聞到他的香味, 你不是楚留香 你是道夜香 香帥, 請不要見怪 我們二爺很喜歡說笑話 原來是薛前輩, 施敬施敬 人家今天才十八歲 這前輩應該叫我小孩子吧 香帥, 請跟我來 我們老爺在客廳等著你 你到我家來幹甚麼? 一、二… 二爺, 不准無禮 相帥, 請坐 我想閣下就是神劍山莊的莊主 江湖上人曾天下第一劍刻的 薛依仁薛前輩是嗎? 你錯了, 我大哥不是薛依仁 人家叫薛依仁 二爺 現在江湖上還記得我綽號的人 已經不多了 你知我的綽號叫甚麼? 不用了, 你知我叫甚麼名字? 閣下就是薛前輩的弟 不錯, 我二爺叫薛孝仁 這個是小犬薛斌 相帥你不要怪他 我二爺練武成痞, 結果鬼迷心俏了 甚麼鬼迷心俏?你知不知道 我有事要跟相帥商量, 你到裡面去 我不去… 我不去… 不用胡來 請問前輩怎麼知道在下會來? 我不但知道你要來 我還知道你來的目的 你是想來找一位朋友的 前輩料得一點也不錯 而且我還知道這位朋友一定在府上 你知道嗎? 我請你的朋友來是甚麼目的? 因為你要跟左親猴決鬥 而又沒有必勝的把握 我本來可以打敗他的 不過現在… 你多了一點顧慮, 你怕會輸給他 你很聰明 你為了消除這種顧慮 所以就抓了我的朋友 你誤會了, 我是請, 我是抓 我還以為鼎鼎大名的天下第一劍客 是一位光明磊落的人 原來也不過如此 楚雷香, 你這話甚麼意思? 不要對相帥無理 你怕我會幫左親猴 所以你抓了洪秀做人質 是不是? 你是個聰明人 不過有時候也會錯的 相帥, 我帶你去見見那位朋友 謝謝 老爺 楚大哥, 你怎麼會來的? 他是來找你的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小女有病 一向知道李姑娘精於醫術 所以請她來治病的 你不信問問李姑娘 我們沒有半點逼她的意思 黃秀, 你就是來 也應該通知我們一聲 免得我們所有人都為你擔心 我本想替薛姑娘把脈趕回去的 誰知道突然病情惡化 我怎麼可以隨便離開呢? 小女這個病真怪, 群衣素手 老夫所顧慮的就是這個女兒 真對不起 剛才在下自作聰明 誤會了前輩, 請前輩原諒 難怪你有這種想法 爹 爹 阿茵 你覺得怎麼樣? 我全身都沒有力氣 她怎麼樣? 她暫時沒事, 不過身體很弱 你沒有甚麼意思 好好休息吧 清嫂, 好好照顧小姐 相帥國人是見識廣 來, 敬你一杯 好 爹, 你不要喝太多了 我很久沒有喝酒了 這次能夠跟相帥喝個痛快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前輩太客氣了 在下一點本事都沒有 唯一的本事是騙吃騙喝 真不好意思 我從來不羨慕人的 這次怕要破例了 爹, 你羨慕哪一個? 左青猴 他能夠有相帥這樣的朋友 不但是羨慕, 簡直是妒忌 前輩如果不嫌棄的話 在下倒想跟前輩交個朋友 好 快人快語, 再敬你一杯 好, 喝一杯 我也要… 如果前輩不嫌棄的話 我也想跟前輩交個朋友 好, 在下敬薛爺一杯 不要叫我二爺了 我才八歲嘛, 叫我小孩嘛 二弟 薛爺爺真會說笑話 來, 我們大家一起喝一杯 喝一杯 喝一杯 前輩, 既然你把在下當朋友 在下有一句話想跟前輩說 請說 請說吧 在下想做個和氏佬 如果相帥想阻止老夫去合作 驚猴決鬥的話, 辦不到 二虎相爭必有一傷 更何況兩位都是我的朋友 這是我的家事, 你不要管了 兩位不要因為這小事傷了和氣 來, 乾杯 相帥, 樹老夫剛才失言 這一杯向你賠罪 前輩, 嚴重了 我要向相帥賠罪 你是不是賠一次罪喝一杯 賠十次喝十倍 相帥已經喝了很多酒了 相帥, 我帶你去看這特別的東西 我也去, 我也去 楚大哥 二兵, 好好招呼李小姐 知道了, 爹 這裡放的全部都是各派的名剑賓 如果能看過十分之一 我相信可不可以成為一等高手了 你想我看過多少次了? 薛前輩當然全都看過了 你怎麼知道? 一般西武的人都會將秘訣 剑譜之類小心收藏 而前輩能夠隨隨便便地放在這裡 相信對剑譜已經非常熟悉 這樣還怕甚麼人看呢? 這個你又錯了 我帶你進來 只是想給你一點東西讓你看一看 前輩, 在下又不是神仙 當然不知道你帶我來看甚麼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這樣東西一定比剑譜更珍貴 好賤 相帥, 你知道這是甚麼賤嗎? 其實是忠心中世的民主太康、少康 及天下名將 祝八方之童十年而得一劍 如果在下沒看錯的話 這把應該是八方童劍 好眼力 請過來看 這把又是甚麼劍? 這把是用齊步蛇毒液所煉成的臨蛇劍 被這把劍所傷的人 最多不能走過七步 所以江湖上有人說 臨蛇劍血嚴王難活 這把劍本來是天魔劍、月鎮天所有 自從他死了之後 這把劍就不知下落 原來落在前輩的手上 二十年前我跟月鎮天決鬥 僥倖沒有死在他的劍下 原來月鎮天是前輩所殺 這把又叫甚麼劍? 這把應該是無名劍 無名劍? 是, 是無名劍 劍雖無名, 但是用劍的人可以有名 甚麼意思? 前輩有沒有聽說過乾匠墨邪? 乾匠墨邪是古代的名劍, 劍中之王 我雖然沒見過, 總算是聽過 乾匠墨邪不過是一對夫婦的名字 這把劍是他們練的 由於這把劍太出名 所以人們一提起乾匠墨邪 自然就想起這把劍 而忘記他們兩夫婦 不錯, 江湖上的人 大多數只是記得劍 而忘了駐劍的人 這把劍雖然無名 但是用這把劍的人 一定不是普通人 何以劍的? 因為這把劍鋒芒畢露, 殺氣逼人 如果不是當代高手 是難以使用這把劍 不然反而會被他所傷 如果在下沒有猜錯的話 這把劍應該是當年前輩所用的配件 相帥真是目光如炬 佩服佩服 這衣服上的血跡 你知道是哪一位嗎? 這是很久以前的事 這個人可能你沒有聽過 在三十年前無常殺手賠還 可算是江湖上一個響當當的人物 前輩, 在下雖然年輕學淺 但是殺手無常 打遍江南七神的事蹟 在下也略有所聞 但是這個人已經被前輩所殺了 三十年前他們已經不在了 但是他們的血仍然不會消失 前輩, 你說這些都是他們的血 全部都是死在我劍下人的血液? 我這把劍不知道喝過多少人的血了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劍架無盡 所以左卿侯跟我的恩怨 相帥, 你最好不要插手 我楚留香雖然好管閒事 但是我還不至於把衣服放在這裡 怎麼又是你?跑來幹甚麼? 我聽說薛姑娘她病了, 可不可以… 她病不病, 不關你的事 走吧 可不可以讓我進去見見她? 當然不行, 你想害我給老爺罵? 這位大哥, 你做做好事 讓我進去見見她吧 做好事呢?你去找觀音菩薩 不要來這裡求我, 走吧 走了, 還看甚麼? 客官請 大叔, 請問這裡離枝北山莊有多遠? 大約有二十里路吧 你是找左二爺是不是? 你認識左青紅 江南一帶 有哪個不認識小孟長左二爺呢? 對了, 聽說他每年生日 都要請很多武林人士到家裡去 我想這位山莊一定很熱鬧 你可說錯了 聽說左二爺今天有事出門了 他沒有擺壽酒 更沒有請人去枝北山莊 怎麼會這樣? 伙計, 拿壺酒來 就來了… 你… 你不是葉勝蘭? 我在京城裡整天看你演戲的 我最喜歡你演的那個最打精緻 你演得真是太好了 你怎麼了? 人家跟你說話你都不理人 真沒禮貌 我很煩, 沒時間跟你說話 行不行? 你們這些男人 動不動就借酒消愁 我就不相信這酒會有甚麼作用 如果真可以, 那就沒有失憶人了 你這個黃毛丫頭懂得甚麼? 我黃毛丫頭? 我闖到家戶很久了 你可不要小看我 那你是我喜歡一個人嗎? 原來你是失戀 被人拋棄了, 何必這麼消沉 誰說我被人拋棄? 不然的話, 為甚麼在這裡 謝酒消愁? 我們倆是真心相愛 只不過可惜 既然是真心相愛 那就沒問題 他爹…他爹不讓我見他 你真是沒用, 簡直是懦夫 遇到一點小困難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如果我是那姑娘的爹 也不讓你們來往了 你喝這麼多幹嘛? 如果你真是喜歡那個姑娘 就要去爭取 這樣喝酒是沒用的 我不是不爭取, 只是有心無力 不是每件事都要憑武力的 身上有一樣東西就叫做公禮 公禮…總之有禮說不清楚 我懶得跟你說, 你跟我去 我想看看他爹是不是真的不講道理 你們先別走 又是你 我想見見你們小姐 我都說過不行了 那我要見你們老爺 老爺不會見你們的? 你沒問過, 怎麼知道不肯呢? 你這個臭丫頭, 關你甚麼事? 你有甚麼權利不讓他見你小姐? 是我們老爺吩咐的 不准他踏入神劍山中半步的 是你假傳命令吧 你… 快讓你老爺出來說清楚 要不然就讓我進去見你們老爺 我說你是神經病 我們老爺不會見你們的 今天能夠一堵前輩的珍藏 在下真是大開眼界 事無伯落又圓又千里馬 小姐, 你看過甚麼了? 如果不是相帥肯賞臉 世人以為我藏的是破銅爛鐵 前輩, 你… 走吧…快走, 這麼不講道理 走吧… 出去看看甚麼事? 是, 老爺 老爺… 甚麼事? 在外面星夜唱戲 他無論如何都要進來見小姐 我怎麼都趕不走他 帶他進來 是 叫他進來演戲也好, 有戲看了 你還敢來見我? 前輩, 我知道阿姨病了 我想來見見他 混帳, 簡直持續妄想 你真不講道理 他來探病都不行 你是甚麼人? 我是甚麼人不關你的事 總之我是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你呀, 拔刀人家就不對 這是我的家事, 你管不著 前輩, 我只是想見他一面 見完他, 我馬上就走 簡直是無恥之童 你勾引阿姨那件事 我還沒有跟你算賬 你竟敢再來見他 前輩, 我跟阿姨 沒做過甚麼傷風敗俗的事情 請你讓我見見他 混帳 阿姨不會喜歡你這種人 你又不是阿姨, 你怎麼知道 前輩, 請你讓我見見他 好, 給你一次機會 謝謝前輩 你先不要謝 你要是能接我三招 我就讓你見他 你敢不敢? 好, 有戲看了, 有戲看了 你竟然太甚了 前輩, 這位姑娘和在下有庶面之緣 也可以說是在下的朋友 後館閒事是她的缺點 前輩何必跟晚輩計較 是你的朋友 我給你面子, 走 我都跟你說了很多次了 後館閒事要付出代價 趁你現在還沒傳貨 趕快走吧 再不走, 我也保不住你了 走 慢著, 我警告你們 你以後不要踏入我身下身裝半步 不然我把你腿打斷 有甚麼了不起 你這麼戲言完了 你怎麼樣?沒甚麼事吧? 沒事, 我沒用 我真是沒用 我現在才知道 世上真有這樣不講道理的人 我看我這輩子 再也沒機會見到阿英了 你也不要難過 你記不記得你演的那齣西香記 那個張身 結果不是跟翠英結成夫婦了? 那不過是演戲 精神所至, 今時為開 你請我不要灰心 但是現在不能進去 還有甚麼辦法? 就在這兒等, 跟她硬炮 等到她讓你見薛姑娘為止 剛才的事真不好意思 請不要儘管 在下已經打搗前輩半天了 我想我也該告辭了 本來我想請你多留幾天 大家把酒談天的 可惜我要跟左慶侯決鬥 這樣吧, 不如等我決鬥之後 再和好了 你有必勝的把握? 既然這樣, 不如畫鋼閣為玉帛 行帥, 你不要多說了 大丈夫言出必行 如果要老夫開口求和 那不是要被江戶上的人耻笑嗎? 我天下第一劍客的英名 是幾十年用性命換來的 我不會毀於一旦 麻煩你跟左慶侯說一聲 後天午時, 我在五里坡等她 那好吧, 在下告辭了, 不送 大元香, 你說跟我捉迷行的 怎麼這麼快就走? 二弟 請… 你們倆還沒走嗎? 助紂為虐 我還以為你是個樂於助人的人 原來我在你心中還算是個好人 不過現在不是了 你不要忘記了, 剛才楚大哥救過你 我幹嘛要他幫忙? 你這麼好心, 不如你幫他 楚大哥早就幫了過他 如果不是楚大哥在這兒 虛仁一招之內就可以置他一死地 你想, 他還能活著走得出神殿山莊 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我要在這兒等 一直等到他肯讓我見阿姨為止 你這麼等沒用的 照我看薛前輩絕不會讓他的女兒見你的 會說不會做, 你有好辦法嗎? 好不好辦法不知道 不過最低限度比肝膽要高明得多 有什麼辦法?你說 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我們找個地方坐在那兒慢慢談 你和薛姑娘是怎麼認識的? 在兩年前, 我在江南一帶演戲 有一天, 阿姨她來看戲 不知道為什麼我第一眼見到她 就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想要娶她做妻子 於是我就千方百計的認識了她 但是薛前輩的子女管教很嚴 你們怎麼認識的? 阿姨她有個奶媽 慶嫂? 是, 她對阿姨很好的 每個月初一十五 她就特意帶阿姨出來 說是去燒香 當他們一離開神殿山莊 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真像牛郎之女 多久才見一次面? 雖然一個月只能見兩次面 但是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可惜在半年前 這件事被薛前輩知道了 以後就不讓阿姨出來 我去見她 他們又不讓我進去 明知她會把你趕走 幹甚麼還去找她? 但是這次不同 我知道阿姨病了 我想去見她 但是他們還是不讓我進去 你們有沒有見過阿姨?她怎麼樣? 她病得很嚴重 有沒有生命危險? 這一點我也不清楚 楚大哥 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的 就是薛陰和左明莉的病都很相似 表面上是沒有病症的 可能是相似病 相帥, 你替我想想辦法 只要見到阿姨 我真是感激不見 好吧, 明天一早 你到萬福前莊門口 自然會有人告訴你怎麼做 謝謝, 相帥 人還沒見到 行不行, 誰也不知道 楚大哥, 我們已經出來一天了 左親猴一定很惦著我們了 你們也認識左親猴嗎? 當然認識了 而且她還是楚大哥的生死之交 聽說她去遠遊了 好, 左二哥只是不想見客 不如, 不如帶我一起去治備山崗 你去幹甚麼? 左親猴是鼎鼎大名的俠客 我真想見見她 好 楚大哥 她帶你去也可以, 不過有條件 甚麼條件? 第一, 要規規矩矩 不准多管閒事 這個行 第二, 你要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三小記 江帥的朋友就等於是老夫的朋友 三姑娘, 千萬不要客氣 就把家當作自己的家 曹明 是 替三姑娘準備一間客房 遵命, 三姑娘, 請 兩位去了很久, 老夫一直擔心 如果你再不回來 我就找薛依仁算帳去了 薛前輩的女兒也得了重病 是嗎? 既然你們兩位的女兒都有病在身 決鬥的事不如就算了吧 怎麼可以算了呢? 既然大家都有牽掛 就等於打了平手 我未必一定會輸 這麼鬥下去有甚麼意思? 萬一有甚麼不測 你叫名利怎麼辦? 如果薛依仁肯認輸 提出庭戰的話, 我會考慮 你為甚麼不先向他提出呢? 是可殺不可辱 若要我提出來, 萬萬不能 齊兵老爺 萬家莊莊主帶了他公子來了 帶他去小廳, 我馬上來 爹, 你聽我說 二爺, 你好 親家老爺, 你這麼有空來看我 爹, 他女兒一天沒過門 一天就不算是親家 你胡說甚麼?當然了 不要見怪… 二爺, 老夫今天到來 只想跟你說一說 令千金跟小犬的婚事 你知道了, 婚期一拖再拖 使得老夫也很難 跟親戚朋友們交代 我知道, 老實說 我都希望名利早日有個好的歸宿 讓我了確一件心事 不過, 名利的病 一點都沒有好轉 所以才一拖再拖 爹, 那怎麼辦? 對了, 二爺 這麼等下去也不是辦法 現在老夫有個主意 不知萬大爺的意思怎麼樣? 二爺, 您儘管說 我想他們馬上成親 希望這件喜事替我女兒充喜 爹, 那我們豈不是… 不如這樣吧, 二爺 我們暫時在這兒逗留幾天 看看令千金的病 有沒有好轉再說好了 左二哥要跟薛依仁決鬥 而他們的女兒又同時都有病 而且症狀相同 其中一定有文章 楚大哥, 你答應幫助葉勝蘭和薛依見面 你有把握沒有 要混得薛家不是容易的 有你們幾個幫忙 有甚麼事辦不到的? 大婶, 謝謝你替我 使起來這些衣服 大婶, 謝謝你替我 使起來這些衣服 你就是葉勝蘭吧? 是 我不認識你 那你認識複雄相帥嗎? 原來是相帥派你來的 怎麼樣?是不是現在帶我去阿姨? 你別這麼心急 你多等一會兒 如果一有機會 我自然會帶你去的 好, 謝謝你 好口渴 不如坐下來喝杯茶吧 喝甚麼喝?老兄 你以為不要錢?等會兒你再喝吧 不要 姑娘, 有沒有撞到你? 對了, 有沒有事?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 姑娘, 對不起 你有沒有受傷? 沒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不好意思… 那個小姑娘真漂亮 你以為是非來宴服嗎? 錢包被人偷走了 岐有此理, 追 慢點… 小姑娘, 替我看這些東西 我很快就回來了 好 你別跑, 站住… 好, 你把錢包還給我 不忍不忍, 不忍不忍的話 我不放過你 一點不測 那, 自己來拿吧 走 快走 我… 那邊… 那邊… 小心點… 不行… 小心點 笑, 有甚麼好笑的? 想看我撿回那個錢包 幸虧你走得快, 不然的話打死你 小姑娘, 謝謝你 有沒有抓到那個女孩? 當然抓到了, 當然抓到了 你看看, 錢都在這兒 那個女伐手呢? 抓到了, 本來我想送她去衙門 不過她跪在地上求我, 生力俱下 那我就放了她 算了吧 原來你是這麼個好人 當然了 小姑娘, 你叫甚麼名字? 小心點, 當心再被人偷去 笑甚麼你笑, 推車吧 好 撞了這麼多 吹吧, 廢什麼話 你們怎麼去了這麼久? 駱總管找了你們很多次了 叫你們一回來馬上就去見他 都是你不好 如果不是你半路遇到那個女伐手 就不會弄得那麼晚了 你說甚麼?又關我的事? 別說這麼多了, 快點進去吧 一會兒見到駱總管 別亂說話 走吧… 葉公子, 你可以出來了 出來了 來 你一會兒進去, 不要談太久 被老爺知道了就不得了了 知道嗎? 知道了 你現在進去吧 我在這兒給你看著 謝謝 快點 你在這兒幹甚麼? 老爺, 沒甚麼 老爺…小姐, 趕快睡著了 老爺 我打斷你的腿 老爺, 小姐 老爺… 老爺, 你先幫他 小姐…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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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二弟… 大哥, 蚂蚁搬家見過沒有? 我有件事要跟你說 昨天我找了點白糖 放在那些紅螞蟻 跑到黑螞蟻窩了 黑螞蟻就跟紅螞蟻你咬我 我咬你了 還見到螞蟻打架, 你知道嗎?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極了 還有 昨天我把大妹拉到螞蟻窩裡 螞蟻全都扶出來了, 真有意思 爹, 要不要叫二叔出來 我走了以後 你要好好照顧阿姨 如果我不回來… 爹 萬一我真的回不來 神劍山莊就要交給你主持了 爹, 不如不要去了 膽小鬼 你知不知道 名譽比生命還要重要 我怕你會… 我們薛家沒有貪生怕死的人 如果你是膽小怕事 我不如把你殺了 免得影響我們神劍山莊的名譽 爹, 我不是貪生怕死 不過以我現在的武功 我怕擔當不了 你二叔鬼迷心俏 如果論他的武功 是可以保得住這座神劍山莊的 可惜… 爹一直以為你是小女孩 現在看來 現在看來 才明白你已經長大成人 爹 爹可能以後不能再照顧你了 爹 爹, 你不要走 爹, 爹在這兒陪著你 我老是做噩夢 聞見牛頭馬面 我好像到爹府去了 你真傻 你是做夢, 不是真的 爹, 如果女兒 真有甚麼不測 不會的, 你會好起來的 你要原諒女兒, 不孝 不會, 你不會死 你一定要去 大丈夫不能實性於人 我知道, 我再勸你也沒用 我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就是名利 如果我有甚麼不測 希望楚老弟能夠照顧他 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這件事可以說是 在下有生以來 最不希望做的事 什麼時候環境 去 profound 偶像 't know CI 我想 老爺, 小姐, 他… 老爺, 小姐, 他… 名利怎麼樣? 小姐, 他… 乘人之位, 勝之不武, 你走吧 好, 記之約, 他日再續, 請… 文西上浩傑, 萬里慣山匹馬創 力多小滄桑 將劍慰到一生肝膽壯 傲然去走遠方 文西上亭以, 而變相思短眼間 幾多歡笑成張望 世時信事有定 也莫悲傷 情義長心裡藏 望眼睛